所以其實我們這些範例都是在解決你生活上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其實都每個其實 招數差不了多少 大概你也不用無中生有 就是說你可以先觀察說 你要做的這件事情 應該寫什麼程式嗎 那再去把範圍確定 執行之後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那再來需不需要有一個介面 可以讓使用者使用 如果你自己使用 直接執行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給使用者 或者給一些其他的 比如老闆要用的話 那你就要把畫面做漂亮一點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股市執行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我希望 可以把顏色加上去 或者是其他地方 你希望變顏色 然後呢或者是說 其他像買進賣出 某個地方要加粗體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們就以那個換顏色的部分來看 假設我今天呢 疊的部分就是綠色 長的部分就是紅色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個 你只要怎麼判斷這個G藍就可以了 不需要跑 不需要跑那個全部的藍 就是G藍 然後從頭到尾 基本上可以從G2的儲存格往下找 看是有幾列 然後範圍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判斷什麼呢 如果這個前面的這個字 其實它是一個字源 前面這個字源如果是向下的符號 那這個儲存格我就把它變成綠色的 如果是向上的 就把這個儲存格變成紅色的字就好 不是底色 字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地方不會太困難 那道理都差不多 因為時間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 我賺錢的哪些地方 這個是股市的 這個 我名稱叫做股市 一樣你可以在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呢 我的飯